台南有網友PO文抱怨說 自己將車子停在了家門口 卻遭到鄰居不斷的騷擾 一連好幾天把雜草還有廢棄物丟在了車上 甚至還留下了紙條嗆瞎 對此鄰居表示日前好意提醒對方 卻遭到對方怒罵 雙方因此接下梁子 天一亮黑衣婦人悄悄走到對面民宅前 接著彎腰撿起路旁花盆的雜草 丟到白色轎車的擋風玻璃上 最後返回家中 只是過沒幾天這名富人又走了出來 確認四下無人 這回將家中的垃圾丟在車頂 不僅一連丟了好幾天 甚至還留紙條嗆瞎 字條上寫著 車位不是你家的 不可以長期佔用 至少要輪流使用 甚至寫上不雅字眼 讓車主相當傻眼 我們停第二天還是第一天的時候 就被貼紙條說 傾聽自家門口 我們沒有理會他之後 他就開始丟垃圾 然後丟雜草 不是針對擋不擋到出路這件事情 也不是停車的事情 是因為這邊車輛很多 那是不是不要這麼的久遠 停在這邊啊 富人家屬強調 不是停車糾紛 可能雙方溝通不良 才做出脫序行為 糾紛地點就在台南新營區的巷弄內 白色轎車停在兩戶民宅中間 但路邊並無畫色紅線 也沒有影響出路 附近居民表示 恐怕其中一間民宅是富人所租下 才會覺得車位要輪流使用 雖然富人事後表示 願意賠償清潔費用